環區三家公司因PPP貸款欺詐被罰款 環區有三家公司被指控在新冠大流行期間 濫用PPP資深保護計劃 重複獲得政府提供的貸款 目前有關企業已經同意支付罰款 並開始按原始貸款金額進行上還 這三家公司分別是在Paraato 經營著一家麵包店的La Baguette Santa Clara的工業設備供應商 Dynamic Integrated Solutions Incorporate 以及位於Castro Valley的建築持牌承包商 Priority Acquisitions Incorporate 其中La Baguette被罰款43萬 而另外兩家公司均被罰款5萬元 國會在2020年3月開始 實施了PPP資深保護計劃 用於為受到疫情封控 而受到影響的小型企業提供貸款 讓僱主得以維持企業的必要營運 以及為員工支付薪酬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 請退休暮